好 我們來看到柯文哲現在 因為藍白河在新竹這裡已經破局 不會有第二個林根人 那麼慘的狀況了 所以國民黨不會跟你合作 也就是你新竹拿不下來了 再來看到余美人 這個欠辛案怎麼會出現了 剛剛有最新的聲明 就是他之前的幕僚跟公讀生 有一個自救會 人家有發最新的聲明 那言寬恆的這個部分 沒有停權 沒有黨紀處分 很多國民黨的人也不滿 今報7月29號 今報7月29號呢 我們跟大家來講 今天出來的美麗島電子報的最新民調 非常值得來看了 這裡面呢 就是說在台北市有45.5% 認為柯文哲 將在賴清德總統的任內被壓 這個事情先三風暴 第一個就是台北市最高 很奇怪 這個對柯文哲是打臉 台北市是所有地方最高的 認為你有貪污 而且會被壓的 第二個余美人欠辛被告 第三個我們要看到呢 賀勝川7% 還有呢就是他們兩個失言的部分 那我先跟大家講這個民調 這個民調 你可以看到美麗島電子報今天公布 我先看一下賴清德的這個 他的民調升啊 他的信任度55.2% 比上一次調查上升了1.5% 滿意度呢52% 都是破50% 上升4.4% 那柯文哲的部分呢 大家就來講說 那為什麼柯文哲現在要討論 他會不會被壓 因為呢 這就是大家的一個印象分數 我們不去干涉司法 因為司法沒有判 你還是要看司法 可是這個民調很特別 美麗島電子報 針對全台灣的民眾去問說 你認為柯文哲有沒有罪 他會不會在賴清德總統任內被壓 或者有的你認為他沒有罪 不會被壓 那你可以看到在這裡 就是平均數來講 37.5%認為柯文哲他有罪 而且在賴總統任內會被起訴或收押 當中台北市最高 平均37.5%台北市的市民 就有45.5%認為他會被壓 那另外呢 認為柯文哲是清白的 32.5%認為柯文哲沒有違法 但是呢台北市裡面最低 只有21.9%認為他沒有違法 你就看都是低於平均數 就是表示台北市民 柯文哲在台北市八年喔 大家都覺得說 我跟你說他有事啦 會被拉起來 那你可以看到在這裡 問題是喔 這個問題要特別關注的 所謂的不表態 就是沒有明確回答的 占了32.5% 他們可能覺得說 我怎麼知道 我當然要等判出來啊 我沒有辦法知道 柯文哲會不會有罪嘛 那我們另外再看到 就是在這一次呢 包括了民進黨 國民黨跟民眾黨的民調 這個民調當中我當然覺得很有意思 包括了共產黨 共產黨是唯一喔 這個喜好度增加的 我真的覺得快昏了 因為其他的這三黨 他呢有順序不一樣 但是他們的喜好度都是下跌 我先跟大家說 以這個好感度來講啊 我們按照這三黨 數字最高的開始 民進黨46.9% 跌了2.3% 國民黨32.3% 跌了2.1% 民眾黨31.6% 跌了3.1% 民眾黨跌最多 然後民眾黨的好感度最低 只有31.6% 那反感度最高的是國民黨喔 國民黨52.5%最高 他比上次好一點 跌了1.5% 民眾黨49.6% 反感 跌了0.9% 民進黨的反感是40.7% 是三黨當中最低的 他跌了0.2% 不過這裡有個數字 也值得大家關注 就是說呢 45.1%的受訪者認為 台灣的經濟好 比上一次增加了0.3% 但是50.4%的民眾 認為經濟不好 也比上一次微微增加了0.4%